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编着按互联网大佬们的言论,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,他们的讲话,代表了企业的发展方向。 有时心理,有时理性,有时为人启发,有时只为博取一笑,有时他们也会一语成衬,有时会被自己说过的话打脸。 盖范科技与百度APP科技频道独家内容合作,每日记录大闹言论,供大家翻阅查询,转载请著名出处。 马云,我招聘不看学历马云在海南省人。 民政府企业家咨询会议,成立大会,即第一届年会,第一次会议的会议上称,引进人才不能只看名气,看证书,看论文, 这样很难引进创业人才。 他直言自己公司的招聘,我是从来没看过文凭,在我看来,拿一张博士文凭只能证明一点,他爸多付了几年学费而已。 一个人才是不是真正的有本事,就看他在公司的个人所得税交多少。 他交的个人所得税越高,他就越是个人才,点评,听。 玩马爸爸的发言后,热血沸腾的想去阿里巴巴面试,毕竟这家的平均月薪,已经超过了三万两千元,月薪已经是大部分H2半年薪水。 但重点来了,阿里巴巴招聘从来不看重学历,这应该是马云说过的最大的毒鸡汤了,为什么呢? 下面请看阿里巴巴招聘信息,就一目了然。 打开阿里巴巴的招聘信息发现,其实无论什么岗位,阿里巴巴的最低要求,都是本科学历,有的甚至需要研究生学历。 这意味着没有学历,你能力再强也得不到施展。 所以真正的大佬,永远是站着说话不腰疼,不要以为学历什么不重要,读书无用论根本就是伪命题,学历决定了一个人的事业,思想与格局。 或许你们会说,那些小学毕业的,现在可都是大老板,但请问真正成为大老板的能有几个,简直是凤毛麟角。 不管怎么说,只要努力,那条路都是正确的。 库克,我出生在农村,能有今天全靠教育苹果公司。 CEO蒂姆·库克,在瑞士达沃斯,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称,我出生在地道的农村中下阶层环境。 我热爱那里的环境,但我之所以能做其他事情,可以到苹果公司,取得今天的成就,全靠教育。 点评,马云大放学词自己公司的招聘,我是从来没看过文凭,而库克直言谈道,之所以能来到苹果,全靠教育。 其实吧,学历跟能力都重要,只是在工作中,学历和能力所起的作用不同。 学历就像敲门砖,就像入厂券,进入公司之后,在工作岗位上,能有多大的提升与发展,完完全全取决于自身的能力。 企业招人是用来做事的,做事是需要能力的。 林斌,小米双折叠屏手机未来,互作成量产机发布小米总裁林斌,今日上传视频展示小米首款双折叠屏手机,林斌表示,在攻克了柔性折叠屏技术,四须折叠转轴技术,柔性盖板技术,以及拟UI适配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后,我们做出了第一台折叠屏手机,应该也是全球第一台双折叠手机。 林斌称,这种对称双外折叠的形态,完美结合了平板和手机的使用体验,既实用又美观。 如果大家喜欢,我们会考虑未来做成量产机发布。 点评,新年一时,几大国产手机厂商,纷纷发布新品,以不同的形式抢发黑科技。 小米的双折叠屏手机噱头最大,但从演示视频来看,小米折叠手机,并未看到任何摄像头模块存在。 毕竟,架构有清醒认识的人才。 建立公司是一个架构。 建立公司的利益体系,也是一个架构。 任何产品都是架构第一。 软件重构一定要从宏观架构入手。 最后任正非表示,谷歌军团的编制不大,战斗力极强,要好好向谷歌军团学习。 终端发展迅速就是采用了正确的方法,他们搞四组一对,实行三三制,实际上和谷歌军团是一致的。 你们应该看阿甘廷改革的全套文件,要一字一字读。 点评,在1月17日,接受国内媒体小范围采访时,任正非就提到了要向微软、亚马逊、谷歌,还有苹果等厉害的国外公司学习等。 对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来说,最近这段日子,绝对算得上多事之秋了。 多年来一贯低调锦言的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频繁发声,吸引了市场的高度观,难道华为真的摊上大事了? 其实华为的日子其实没那么糟,据悉,华为2018年销售收入,预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,同比增长21%。 华为还定下了2019年销售收入,达到1259亿美元的目标。 如果说前者有力回应了外界的质疑,那么后者则传递出一个更加鲜明的信号,细心。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